大脚新讯息 我们也知道 每天有更多的人醒来 你们中那些醒来的人正在以各种方式帮助他们 我们还知道 越来越多的人会在他们的直到灵 和最亲近的人的鼓励下审视自己的内心 因为对于人们来说 非常有必要停止看向自身赖部 来找出自己生活中的问题 而是要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在 人们感受到的情绪会越来越强烈 直到他们注意到这些情绪 而当这些情绪引起某人的注意时 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因此 你们当中那些身边有人 尚有很多反省的工作要做的人 你们被呼吁要温和地对待他们 你被要求在引导他们的同时 也在历练中培养他们 因为你们都知道 至少可以说 感受这些情绪是具有挑战性的 被埋藏的情感在几十年后 重新浮上表面会让人难以承受 并对一个人的生活和人际关系造成严重破坏 作为觉醒的集体 你们有责任为你们周围的人 而保持你们的稳定 无论他们正在经历什么 无论他们正在进化什么 无论留在他们身边 让你们感到有多困难 这也是你们给自己的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然而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选择先觉醒 并自己去做这项工作 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你们为这些时刻做好准备 你们知道你们爱那些生命中最亲近的人 你们知道自己足够爱他们 以至于即便他们正在经历最糟糕的情绪进化 你们也要留在他们身边 你们也有足够的关于那个过程的经验 所以你们知道 当你们在做那种进化时 你们不是在自己的最佳状态 你们周围的人不会处于他们的最佳状态 以至于他们可能会试图强迫你们离开他们的生活 那时候 你们就要记住 你们的灵性进化完全是关于宽恕 同情和无条件的爱 你们将通过体现出这些品质 来帮助疗愈你们所爱的人 而不是仅仅把这些当作一种哲学或一套理论来认知 2022年的最后几个月 将继续加快能量流入的速度 而能量流入的速度决定了一个人 要继续将这些负面情绪埋藏多久 在11月和12月 以及10月剩余的时间里 你们可以期待看到很多东西浮上表面 你们所有正在接收这条消息的人都可以处理好它 然而 对于你们周围的人来说 这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我们鼓励你们把自己准备好 要记住你们真正是谁 也要记住 你们在地球上那些最让人不适的时刻要做什么 面临着要和某个人共处 而那个人一下子体验到几十年累积的负面情绪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类为转变做好了准备 为全面与外星人接触做好了准备 为他们尚未发现的 自身所蕴藏的所有天赋和能力做好了准备 你们将能够与那些 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 你们对其不离不弃的人一起庆祝 我们是大脚心理社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就会打电话 就会打电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